休斯敦国际区International District 26日中午召开董事会议 会上讨论例行会务议程 这次通过了许多提案 并针对公共行政区域治安和各项预算做出了讨论 会议当天讨论议题流程 包括目前董事会财务状况说明 更新回报区内商业经贸 治安维护等章程 会上也通过辖区内都市建设和教育案预算 Cell保全公司也到场参与会议 并提供6月治安报告 国际区治安报告则显示6月有两起谋杀案 犯罪率提升 未来将更要加强治安维护 董事会下次会议将在8月23日周四举行 于国际区管委会办公室举行 此会议开放公众参加 欢迎民众参加讨论 意见交流